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迷你倉庫它本身是相通 所以它火勢有可能會蔓延 再加上它一間一間 你不容易達到火點 所以相對的 它在整個救災上面 是一個非常困難的環境 那當然在迷你倉庫裡面 其實它的問題非常複雜 包括它裡面會放什麼東西 你也不知道 那我覺得這不單純只是消防的問題 迷你倉庫爭議多 引起公共安全疑慮 究竟是法律有漏洞 還是業者疏於管理 在國父紀念館旁的 義安大廈有近400名住戶 一年前迷你倉庫業者 進駐了地下室 大多擺放的是酒精類商品 而且沒有通過市政府的公共安全檢查 居民形容腳下就像是踩著一顆不定時炸彈 我有看到資料顯示就是說 它牆壁有打掉 然後有說要修繩 但是後來就 我們就沒有再有下文 根據我們大廈我這麼了解的狀況 應該有占到我們的四分之一的面積 跟著住戶的腳步來到地下室 發現鐵門封閉 光從外觀根本無法看到裡面擺放的東西 難免會有些擔心 住戶對安全問題提出疑慮 業者也有自己的苦衷 實際到迷你倉庫店內觀看 升降平台明顯有標示 只供貨物搬運使用 倉庫也選用耐然材質 業者更拿出文件證明 當初進駐時所有檢驗都合格 遊戲規則卻在儀戲間全變掉 當初進來的時候拍的照片 沒有所謂的格格的那個牆 在我們在這一邊的 自己的營業的時候 是絕對不會打通任何的牆 因為會影響到整個主體結構 在入駐之前 其實我們都找過建築師 做室內的裝潢 所有的執照的一些規劃 那他們也全部都已經批准了 所有的我們的所有的執照的申請 因為我們是按升降平台 來做申請 有200喔 那這個夠嗎 DNA 這個200多一點 這一定夠 好不好 這個 然後不把那個 發音桿就進不去了 所以這個長官也在打 迷你倉庫行業的確是有需求 才會存在供應方 但該如何在支持與反對間 找到平衡點 門禁卡一刷走進迷你倉庫 視覺設計明亮 走到也超過120公分 相當的寬敞 頭頂布滿了灑水設備 還有監視器 平面圖也擺放在顯眼的位置 就是要帶給消費者安全保障 每一次客人入艙 只要我們現場有客服人員的時間 我們都會盡我們的 這個應盡的責任 包括說是跟很多跟客戶了解 都跟他溝通 了解說他到底在這個倉庫裡面 他今天來是做什麼 然後擺什麼東西 那通常我們發現 你越跟客戶關心 那越跟他說有這個溝通的 這個行為的話 通常會達到某一程度的 嚇阻作用 我們這邊不可以放的物品 包括是容易腐壞的食品 或者是一些什麼火體啊 什麼動植物啊 槍械彈藥 就是這些毅然易爆裂的物品 客人進艙前 租賃合約白紙配置 規定為禁品不得擺放 門禁卡也保存進出紀錄 深夜下班時間不對外開放 我住永兒就在家裡這樣看 警報信息 那目前是溫度比較高 把空腳打開或是儲食機打開這樣 再加上環控系統24小時監視 並配合消防機查作業 把安全等級層層枷鎖 我們在年度的檢修聲報書都會要求業者 就是要制定他的平面圖 供我們日後消防搶救單位 入市搶救的時候能夠有一個一些資料 來作為一個搶救的一個時效 跟位置的判斷 那當然也會建議就是業者應該每個月 都應該要自主的去檢視客戶 存放的一些物品到底實際上跟 內容物跟他的清單是不是有一致 迷你倉庫定位複雜 不過滅火器火災警報器還有灑水裝置 都是最基本應有的配備 新北市消防局在10月的稽查行動中 29家業者有4家沒通過 不合格比例大約在一乘五 後續每一個月都還要再進行複查動作 隨著社會轉型 其形態的行業要順利發展 還得靠業者自主管理以及法令規範 雙碗旗下 恐怕才能夠讓同一棟大樓的住戶們 住得安心 台北市人口密度高 居住空間小 你一定有家裡東西放不下了 又捨不得丟的苦惱 如果是網路賣家也需要空間來囤貨 迷你倉自住儲物的服務 等於解決了民眾居住空間不足的問題 和業者方便出貨的地點需求 這個國外的拍賣倉庫節目很出名 它其實也類似迷你倉 只是空間較大 每個競標者都想盡辦法競標看起來 潛在高報酬可以獲利的倉庫 因為不少人會把自己的收藏品存放在這裡 好比這些精緻的公仔 小錢幫有需要的人創造了大空間 這空間裡究竟有哪些有趣的東西呢 想想花小錢租一個倉庫 你該如何用它創造最大的CP值 像是打牌聚寶盆般 從零起家 謝棟六的身材工具 全擺在著4.5平方公尺的小小空間裡 就我所知去外面租一個共同辦公室的位置 可能是大概三千塊 兩三千塊一個位置 對 但是這邊其實也差不多價錢 可是你卻可以堆這麼多貨 可以仔細看 有不同的圖層浮出來 像就是星星的紋路 黑暗中閃閃發光的酷炫夾角坡 是謝棟六買最好的招牌產品 坐在倉庫裡動動手指 網路收單出貨 同時專心研發新的產品 所以我就是在這邊 整理網路上的訂單 然後進行出貨 然後不然再做一些社群上的行銷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台電腦 然後就可以搞定了 一支手機或一台電腦 加上一個堆貨空間 創業就是這麼簡單 這家迷你倉公司成立六年 擁有一千個倉庫 出租率高達八成 當中不少人把這裡 當成他們的事業發源地 一創業成功的 其實他也會離開這裡 所以說像這樣子來續續的人 大概有應該有兩百 迷你倉這種自住型倉庫 從美國引進台灣 其實是業者腦筋動得快 當房價租金飆高 空間變成一種奢侈 迷你倉就是一門好生意 我們賣的真的不是倉庫 我們是要教客人 把東西放在倉庫 然後生活可以更好 東西用不到也捨不得丟 哪怕在一片景氣低迷中 迷你倉照樣能一隻獨秀 經濟不景氣 所以他就選擇把餐車 暫時歇業 暫製造我們這個倉庫來 小吃攤暫停營業 吃飯的傢伙別丟 交給業者幫你保管 若是嫌衣櫃太小 家裡空間不夠用 換進衣物擺這裡 用專人控管濕度 不再怕北部的潮濕天氣 傷了你的寶貝衣物 夏天就會有一些蚊子啊 塵蠻啊什麼的 所以就會想說 我另外找一個空間 來安置一些衣服 跟過激的棉被 所有你能想到的幾乎都能放 業者打氣地說 他們的競爭對手不是銅行 而是垃圾桶 純物 懷舊 不再是落伍 當人們跟物品越是難以切割 就是在創造需求 迷你倉除了要拯救你家的空間 每個格子裡都是一座藏寶庫 中國大陸那邊 有一個廠商去製作 那我覺得它製作很精美 對 所以我才把它給那壺收藏 拿出自己珍藏的公仔 這支遊戲角色 冥界聖途 從衣服鞋帽 到手指金服的細節 做得栩栩如生 打開眼睛還能閃閃發光 據說這是全球限量 300支的夢幻藝品 長輩可能會認為這是個垃圾 我有過的顧慮 畢竟這是我的興趣 我做這東西十幾年了 總不能說因為他們覺得 垃圾或什麼就不需要 看見陳永明租的倉庫 身不見諜 他也婚 孩子最近剛出生 家卻只有十字型空間 於是一口氣租了三個櫃位 幾件你算了 基本上應該 應該有兩三百件以上 就是大家比較清楚的 活影忍者卡卡西 對 那這個也是蠻清楚的 就是七龍珠的一個 克蘭克斯這樣 對倉庫的寶貝總是如數扎針 陳永明說 所謂的價值由他自己定業 好比一款愛情養成遊戲 青色寶貝 即便遊戲早就退休 當時發行的角色套卡 放了二十年 依舊被他保存的亮地如新 因為基本上很多人就是 嗯 可能愛過了就算了就丟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喜歡 就是會留著 對 就像陳永明一樣 人們對空間的渴望 對物品的痴迷 創造出自助倉儲這門生意 一道道門的後面 到底裝了什麼 也蒙上神秘色彩 有一天啊 有一個警察就突然就是 拿了那個搜索票進來 他說就是我們這邊客戶 有人放毒品 對 好那我們配合了警方 把這個櫃子打開 然後裡面是空的 持悠遊卡刷卡 二十四小時 客戶都能自由進出倉庫 但迷你倉的營業時間 只有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六點 並非每樣存放的東西 都能在業者的眼皮底下 客戶用他們自己的悠遊卡 作為門禁卡的時候 他們進出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每一個都跟著 對 這個的確是有一些問題所在 那目前公司也在考慮說 我們是不是要取消 二十四小時進出 迷你艙裝的不只是情懷 還有人們不想被知道的隱私 只要人們對身外之物 依舊有放不下的牽掛 迷你艙創造的空間奇蹟 就不會消失 迷你艙除了儲物 這個不到一坪大的空間 還是現在許多微型創業的人 作為辦公室的地方 只是這究竟該算哪一個行業別呢 這很重要 因為不同的產業類別 攸關迷你艙可以設立的位置 現在業者最擔心的 就是被認定是艙除業 那就只能設在工業區 現行的業者幾乎全違法了 迷你艙要說它 新在台灣也已經有七年歷史了 全台粗估就有80家 但營業項目的登記類別 主管機關經濟部署還在討論中 行業的認定 先交由地方政府自行規範 迷你艙最多的台北市 先當領頭羊 近期結果就會出爐 忙碌的台北市街頭 地下神仇 土地價值也翻倍 但有個地方 隱身在精華地段的大樓裡 專賣民空間 在順土瞬間 台北市要有自己的辦公室 幾乎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像這樣的迷你倉庫 一間又一間的 其實也可以作為 個人的微型辦公室 曾先生專做國外業務 只要有電腦跟網路 就能辦公 這小小的空間不到一坪 已足夠 月租4000款 辦公室你一個人也很難租 通常都是要找他呢 或者是可能兩三個一下 因為他的空間也不會租 也不會給你這麼小 台北市的租用辦公室 分為ABC三級 A辦最頂級像 101大樓 一坪衝破2500 B辦一坪落在1000到1500 C辦一坪1000塊 但是迷你倉不到一坪 要價4000塊 卻還有商機 關鍵優勢在於 有些微型創業的一個部分 那過去傳統的一個做法是說 它可能是10坪以內的一個承租 迷你倉每坪價格雖高 但市面上小型的辦公室承租 幾乎在10坪左右 換算下來一個月的租金還是破萬 當初我們用的這個點就是因為 在我們這邊也有蠻多人 有辦公室的一個需求 所以在這一區裡面 我們設計一些比較多類似 cloking space 所以會看到有一個開放式的一個空間 那客戶都還在這邊免費的做使用 他們可以在這邊洽談啊 包裝啊 禮貨啊 跟客戶簽約 像迷你倉這樣的空間 不只是拿來放東西 現在還有進階版 像現在這樣有一張桌子 還有對外的窗戶 有人把它當成小型的K書中心 也有人當成是微型辦公室 因為那個地方都是典型的 這裡並不是典型的 迷你倉庫經營模式 鎖定的對象是網拍業者 微型創業 強調多元服務 那他以前他是自己在下班的時候 去捷運站做麵交 但是現在透過我們來委託幫他做麵交 甚至他自己的工作還可以目前在弄 把東西放這裡 還有人幫你賣 替你介紹 迷你超業者除了擔任一天八小時的管理員 還變成拍賣幫手 但加持服務當然要額外付費 一個月業者收服務費4800塊 提供計換貨服務 介紹一台防水相機的介紹費 收100塊 倉庫的月租金原價是7080元 年腳打折後月租5000塊 加起來划算嗎 其實我們的價格 就算一個月算下來 也不會比一個公渡深 現在對地工資要21000多 省了人事成本 這裡不但成為網路賣家放貨的倉庫 還是另類的實體店面 而且還有現成的店員 讓這家迷你超業者業績快速成長 短短三年資本額從300萬上升到3000萬 還從一家店拓展到現在的7家店 我像我們公公自己也有 去年也有申請政府補助 當時政府都很鼓勵我們覺得 你們是新創公司新創物流 新創的一個服務項目 但是那個當初 一系間全變了掉 初步全部都是倉庫業 那就是因為這樣變成 大家都被突然一系之間 就變得不合法 因為倉庫業是不能在商業區 也不能在住宅區 但是我們業者裡面 90%都是在商業區跟住宅區的 受到公安以及輿論壓力的影響 全台迷你倉業者開始被關切 事實上民國97年時 針對迷你倉經濟部商業司 曾經發函給地方主管機關 要求根據經營型態 分為不動產租賃業 倉庫業 租賃業或是銀行保管箱 但可以複選 因此當時幾乎每一家業者 都被認定為複合室 他如果有複合室的話 我就會認 倉庫 不動產 有時候只要有滿足 經濟部上面的函視的話 我都會認 因為當初 大家都是每個都申請 我又有倉庫 我又有不動產租賃 我又有租賃業 就會變成說 現在的這個產生的問題 原因在這裡 因為他現在當初 並沒有要求我們 只能夠選一個類別 去做登記 大部分的迷你倉 都有好幾項的 營業項目登記 因為不屬於特種行業 過去都不在稽查名單內 但自從被關切後 才發現根本不符合 現行的土地使用 分區規定 依照都市計畫法 倉庫業依法 只能設置在工業區 但若是不動產租賃業 租賃業或是銀行保管箱 相對來說限制少 但在土地使用分區上 是從嚴認定 有認定他同時做了 宿種的使用或是宿種的行為 那都會很清楚的 宰計照在記合表上面 只要載地的項目裡面 是有出現跟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不符的項目 我們就會依照都市計畫法去採除 目前全台灣的迷你倉約有82家 台北市就高達40家 而且有8到9成 都是在商業或是住宅區 甚至是鑄燒混合 也就是說依現行的規定 只要營業登記項目之一有倉儲業 迷你倉業者就是違法 你如果把我們搬到比如說五谷工業區 搬到三重工業區 那邊你去看到處都是倉儲業 那我們這種東西到那邊 營業也沒有意義 那當初這個行業 就是因為在住宅區 在商業區有這個需求 臨時的小 meeting 大概一個小時到1.5個小時的會議 然後通常是一些比較陌生的客戶 然後我就會約在這裡 有需求就有商機 今年28歲的楊先生 是一家眼鏡設計公司的經理 跟朋友一起創業 他們的庫存現貨 不是放在工業區的倉庫裡 而是刻意選在 位於商業區的迷你倉庫 因為我們是配眼鏡 線上配眼鏡 本來就是比一般實體店面 可能會花多一點點寄送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配合的話 我們可以減少很多寄送的時間 就是可以縮短個一兩天 然後讓客人更早拿到他的眼鏡 迷你倉在美國 日本跟香港 早已經風行多年 而在台灣其實也有七年的歷史 行業類別的歸屬認定 還在檢討之際 業者已經收到改善單 問其中新北市的懲罰 他就說那你就先去繳 那你只能先繳 那能怎麼辦 那我們有業者 有幾個業者聽說已經有繳 因為第一筆是6萬 第二筆是30萬 那他意思就是說 你們就先繳 然後如果真的到時候 發生了一些變化 就再打數月 目前我們已經開過一些會議 那未來我們針對 迷你倉庫的這種業別 我們會給他一個定義 例如資助儲物空間等等 我們會有明確的定義跟範圍 台北市府強調 未來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針對迷你倉庫 新增行業別 獨立出新的業種 未來可能有條件開放設置在商業區 至於中央機關 經濟部 何時能做出行業認定 還沒有定案 只是中央與地方 如果步調不一致 業者恐怕無所適從 迷你倉和傳統大型倉儲業 提供的儲存服務不同 消防規範當然也不一樣 不能只是租個百保倉 還要是個安全的百保倉 業者想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前提是提供更完善的 防火和安全規劃 加上更嚴謹的官方控管 避鄰而居的住戶 也才能住得安心 大家探索週報 我們下週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